教会微刊 乘胜之路与您同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主播薇言 在今天的教会微刊这个栏目里 薇言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以代撰写的基础神学系列的第四篇 上帝的临在性与超越性 弟兄姐妹 你认为神离你很近 还是离你很远呢 有人说神在天上尊贵而崇高 人在地上渺小而卑微 所以神距离我们很远 也有人说神无处不在 祂每时每刻看顾我们 所以神距离我们又很近 那么神距离我们是远还是近呢 当我们说很近或者是很远的时候 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空间的距离 比如说近在咫尺或者是千里之外 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并不是用空间距离来衡量的 当我们用近和远 来描述人与神的关系的时候 请不要被空间距离的概念所束缚 我们从神的超越性与临在性 来理解人与神的关系 我们首先看一看神的超越性 神的超越性是指神作为造物主 不同于受造物 他不依赖于受造物而独立的存在 并且拥有同管受造物的最高主权 诗篇的57篇5节说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篇的113篇4节说 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 他的荣耀高过诸天 这都是在描述神的超越性 神的超越性并不是指 神所在的位置海拔高度遥不可及 而是指神的权柄和尊贵地位 是人和其他受造物都无法匹敌的 人与天使都不能与神同等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神是高高在上的 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种区别是人和天使都不能逾越的距离 从这层意义上讲 神与人很远 这里的远不是指空间的距离 而是指造物主与受造物本质的差别 地位的等级和权柄的高低 神拥有最高的主权 神按照他的旨意同管万有 即使人类悖逆抵挡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也不会被人所推翻 人的反叛不能颠覆神的主权 神同管万有的权柄 是所有受造物都无法逾越的 因此神是超越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神的临在性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另外一个真理 神也是临在的 神的临在是指神与受造物之间有着亲密临近的关系 神关心他创造的人 神介入人类历史 神向人类启示他自己 神让人认识他并让人经历到他的同在 就神的临在性而言 神与人并不遥远 最初神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同在 这是神的临在性在人类历史中最早的体现 伊甸园中 人与神亲密的关系是因为人的犯罪而被破坏 但神仍然护理着堕落的世界 神的临在性不因人的犯罪而终止 罪导致人与神隔绝 或者说人因为罪而失去了与神之间的团契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罪人是远离神的 但与此同时 罪人也享用着神所赐的普遍恩典 保罗对外邦人说 神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都在乎他 因此每个人都不可能与神是毫无关系的 问题在于这种关系是敌对的还是和好的 在神的选民中 神的临在性表现得更加的明显而具体 神在以色列民中间设立会幕 代表了神与他的百姓同在 神在旷野用云柱和火柱引领以色列民 神介入人类历史 在具体的事情上 关怀并满足人的需要 比如说神看顾下甲 回应哈拿的祷告等等 神的临在性最直接的体现是 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肉身的耶稣被称为是伊玛内利 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 耶稣在地上生活了三十多年 但是神的临在不至于这三十多年 耶稣升天之后 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位格圣灵 住在了信徒里面 圣灵光照我们明白圣经 感动我们为罪悔改 指引我们做和神心意的选择 因着圣灵的内住 我们切实经历到神的临在 神的临在会持续到永恒 在未来的永世里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超越性与临在性的并存 自然神论否定神的临在性 而走到了一个错误的极端 自然神论认为 神创造了宇宙和维护 自然间运行的规律之后 就撒手不管这个世界了 就像一个人给钟表上了发条 然后就走的是远远的 梵神论违背了神的超越性 而走到了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 梵神论认为 神存在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当中 并不是超越于自然界之外的主宰 根据神启示的真理 神既是超越的 也是临在的 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说 难道我只是近处的神吗 不也是远处的神吗 接着神又说 人怎能躲避在隐秘处 以致我不能看见他呢 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 可见神离我们很近 又离我们很远 以赛亚书的五十七章十五节 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 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 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 这节经文前半句描述了神的超越性 后半句描述了神的临在性 神离我们既很近又很远 神的临在性告诉我们 神进入这个世界 参与到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同时神的超越性告诉我们 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神没有受制于人类历史 而是主宰着人类历史 神的临在性告诉我们 神愿意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感受到祂的慈爱 神的超越性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仰望并敬畏这位万望之王 有这样三个思考题 我们一起来思考 首先第一个提示 神的超越性与临在性这两个真理 如何改变你敬拜的态度 第二个就是 当你想要犯罪时 默想神的超越性与临在性 这两个真理如何帮助你胜过罪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当你因祷告不蒙英语 而受到信心的考验时 你如何根据神的超越与临在 这两个真理增强信心